我們要改造我們同事45年的老宅 屋主的需求就是想要有更多的收納空間 那我們全關鎮隊的位置有做了一個收納高櫃 可以擺放更多的鞋子以及雜物類 進口的無縫壁布 它是一整卷然後直接貼過去完全沒有接縫 質感會比較好 每種塗料它的做法不一定 如果是我們專業的來做的話 可能落差不會到很大 但是如果就是可能民眾DIY的話 你一開始可能最好就是先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線要掌握 我是Ted 那我們職人真功夫的系列呢 今天呢是繼續延續 我們要改造我們同事 他們家45年的老宅 我們今天應該算是第三集 要進場的工項呢 就是大門啊 門鎖啊 雖然是很老的房子 但是它也用了一個很先進的智能鎖 再來是木座跟油漆 第三集做完啊 大部分的印裝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今天會給大家看到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一些功項 我是全能委託鎖裡面的師傅 那我的負責項目是電子鎖 指紋鎖 傳統鎖 今天我們業主為什麼會推薦他們使用這一款呢 首先它想要的是人在裡面的時候 然後有人按電鈴 它可以看到外面 那我們這一款電子鎖 它是這邊有一個貓眼鏡頭 那裡面很簡單 按一下這個貓眼的部分 它就可以先看到外面是誰跟它對話 確認身份再幫它開門 這一款的話它功能是算很齊全的 指紋 密碼 卡片 鑰匙 然後貓眼 它也有Wi-Fi功能 那它Wi-Fi是附在裡面的 它不用夾構 就算人在外面 外出 中部 南部 或是國外 它也可以用手機接收開門通知 然後發送密碼 會幫別人遠程開門 那我們這個離電池的話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不用自己再去買電池 那第二個 它不會有電池漏液的問題 因為我們電子鎖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是你買到穩定性不適合電子鎖的這一種電池 一旦漏液 整個電子鎖基本上基建的故障 它就會損壞 那我們這種離電池很簡單 它這邊有充電頭 直接用行動電源 或者是Type-C的線 直接充上去 大概晚上充 隔天早上就可以充飽電 續電力像這款貓眼的話 依照你的需求 你如果常去用它貓眼功能 它就耗電比較快 平均三個月到六個月充一次 那我們手機可以看到它的電池電量 沒電一個禮拜前 你開門進門它會提示 電量過低 請更換電池 我們就知道要換電池了 我們電池之鎖 壽命取決於三個 第一個是產品的穩定性 第二個是安裝的一些注意細節 如果師傅沒有裝好 它也會導致它日後的壽命減少 或者是可能剛裝完隔天就壞掉 都是有可能的 那第三種就是取決於 你日後的使用習慣 清潔保養 你如果是用酒精去噴它 用清潔去去查它 電池鎖很快就壞掉 因為它本身有一個天然保護塗層 那我們一律建議用清水 細纖維模糊去做茶室就可以了 那有一些人 他們住的是高樓層 風壓比較大 所以有時候關門的時候 你輕輕關 風會給你 撞回來 非常大力 那這個是不建議的 敲久了 回彈的那個力道 會傷到它的鎖舌還有鎖 門跟門框都會受損 我們常見的 第一個就是它的尺寸 兩個門距離太近 會撞到 撞不了 這是其中一點 那第二種常遇到的是什麼 它的門 可能裡面的結構 是我們從外觀看不出來 那這種就比較 考驗到師傅的安裝工法 那如果它是實行的那種 剛住的話 有的可能是施工不了 或者是我們會遇到 它有夾層 然後中間很多它是有透明玻璃 離這邊太近 變成我們所夾 機關放不進去 那這一種的話 沒有改裝配件 或是沒有其他比較窄的鎖架 那也是裝不了 指紋打不開 所以常遇到是什麼問題 三種情形 第一個 角度沒對到 第二個 手是濕的 太潮濕 它也會不讓你開 第三種就是 你皮膚太乾燥不倒掉 那它便是 可能不是活體質的 它也不讓你開 好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木座的部分 玄關進來的右手邊是我們的收納櫃 那加上藏紅玻璃的遮擋可以讓進門的人不會馬上看到沙發上的人 屋主的需求就是想要有更多的收納空間 那我們玄關正對的位置有做了一個收納高櫃 可以擺放更多的鞋子以及雜物類 電視牆跟電視矮櫃 這部分也有做非常足夠的收納 沙發背牆延伸到我們的儲藏空間 這個部分有做了一個引擎門的儲藏室 可以讓屋主有一個收納行李箱的地方 儲藏間旁還有做一組電氣櫃 還有做一個平台讓屋主可以放氣炸鍋等小家電 那接著我們所在的這個房間是孝親房 這個孝親房的話主要媽媽就是希望左右兩邊都想要有床頭櫃 衣櫃部分這裡是做L型的 衣物收納也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床主的部分也都是訂做的 做仙床是可以收納更多的東西 小孩房的部分呢是完全流空 因為屋主他們希望未來小朋友長大了以後 可以有自由發揮的空間 主臥做了非常多的櫃子 最主要有一個電視的五斗櫃 可以擺放電視以及收納非常多的衣物 在收納這方面我們做的蠻充足的 五斗櫃延伸過去右側 是我們的化妝桌 上方還有一個開放式的收納活動成板 加上我們的床頭櫃 也有做一個上下櫃 讓屋主可以收納更多的東西 主臥的衣櫃的話是做滑門的部分 那滑門可以增加走道的空間 衣櫃下方踢腳板處我們都有做插座 可以插除石機或是電扇等比較方便 主臥跟孝親房的衣櫃裡都有做鏡子 目供的時間我們原本預計抓一個半月 但我們大約在一個月內的時間就完成了 這次貼皮的材質它是選用科技板 那它也是一個防艷防潮的一個板材 那這次選用的是一瓶科技板 插在不同的花色跟溫度而已 基本上科技板的話它的耐抹程度啊 跟它的抗霧性都還不錯 不要用強酸強鹼去清洗 髒了以後稍微用濕布或是乾布做插洗就可以了 目作驗獸的重點在於就是我們的五斤使用是否順暢 像我們的抽屜我們的門片 然後接著是板材有無變形 那還有像一些邊邊角角有無一些缺失 例如貼皮翹起之類等等的 但我們在試做完以後 基本上我們會做一個出色檢查 因為目供做完以後 還會有很多的公斑陸續進場 那我們在邊角的部分 都有做一些簡易的保護 那多多少也會有碰撞 這部分我們都會進行修補 哈嘍 大家好 我是全能為多索的油漆師傅 我的公司名字叫做序家工程行 這個暗場我們負責室內的油漆的全部的面積 跟還有藝術塗裝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些門片的烤漆 這塊特殊漆呢 它是用海綿做拍壓做暈染的效果 這種材料基本上油漆行它都買得到 就是一般的水泥漆 只是我們是用兩種三種去堆疊起來的 基本上你在市面上看到的色卡 2000多種色 它們都有辦法調出來 那如果你有想要你一些 自己很喜歡的顏色 你可以就是上網學一些調色的東西 然後再開始做試做 看個人風格 但是最常見的可能就是 沙發牆跟電視牆 這兩塊是市面上最常做特殊漆的部分 有些人可能也是會用到 就是淺一點的特殊漆 特殊塗料 然後去做到全濕那種效果也是不一樣的感覺 做塗料的條件 第一點可能就是 表面一定要就是平整 前置作業一定要先做好 然後再來可能就是 你如果要自己DIY的話 就是保護作業是很重要的一點 其他工法的話 因為每種塗料它的做法不一定 然後你想呈現的感覺也是不一定 就是看你想要呈現出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跟拿什麼工具都有落差 如果是我們專業的來做的話 可能落差不會到很大 但是如果就是可能民眾DIY的話 你一開始可能最好就是先拿一塊 就是不要的木板 做一些就是你想做的樣式 先就做個練習 真的OK的 你滿一人再把它做到橋面上面 通常這種計價的方式 我們會以平去算 我們也會依照現場的環境 然後跟一些造型 還是什麼東西去做計價 每一場計價是不太一樣 但大致上以平計價的話 可能大概都會落在6000到1萬左右 看你要的款式啦 因為有一些塗料是進來就是比較貴 單價不一樣 跟我們試做的步驟 因為有些東西可能是會分成 2天3天去完成 你要等每一層乾 才有辦法去後續的動作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價格就會比較高一點 基本上會分4個步驟吧 第一個會先抓AB膠 計算蓋板 兩塊板子中間的接縫 我們會用AB膠去做填縫 完全乾了之後 我們才會進行接縫的P土 P土我們也是會P到2次 2次P完之後 我們才會開始做全式P土的動作 P完土之後我們才會進行打磨 打磨完之後我們會開始就是整理一些粉塵 因為打磨的時候粉塵量很大 整理完之後我們才會開始就是做一些保護 櫃體啊然後地面啊 然後一些可能儲具的東西 然後才開始做噴漆 下完底氣之後我們還會就是做一些減補的 減完補之後我們還會再進行一次打磨 打磨完之後才會開始噴面漆 面漆我們會噴到2次 大家好我是錦龍壁子 這邊的話是我們這次要貼的牆面 然後我們這次使用進口的無縫壁布 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是一整卷 然後直接貼過去完全沒有接縫 那那做起來的話質感會比較好 不像一般有接縫的壁紙 它在做的過程中會有比較多接縫 然後它是仿藝術器的質感 現在有很多業主啊 不管是設計師啊 他們會覺得說像這種主牆 當然會想要跳脫一個感覺 如果說想要避免油漆一樣碰到 然後就很容易髒的話 那我們進口的這種 藝術漆壁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現在我們壁紙比較常用在 比方說主牆 然後做一個特色 另外就是一些比較容易碰撞的區域 做在主牆或這些區域的話 比較好保養 因為它這一面主牆其實真的很少啦 然後壁紙的好處就是 牆面的部分已經由油漆處理好 我們只是很單純的把它一些小細節處理好 然後就可以直接配上去 施工時間大概會落在兩三個小時以內 所以速度算門快的 不像油漆可能要花好幾天在處理這部分 我們集中而已 這個問題就好 我們的消息 跟我們公 Zhu的 這樣子 我們集中一下 你要去哪一星天 我們集中一下 我們集中